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 4月20日接见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 双方同意开展抗击新冠病毒合作 并痛斥美国在疫情大流行期间 仍不放松制裁 据路透社报道 叙利亚总统办公室发布的照片显示 巴沙尔在首都大马士革 与扎里夫佩戴口罩相对而坐 扎里夫还戴着浅蓝色塑胶手套 据悉 伊朗是中东地区新冠疫情 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累计确诊病例超过8.35万例 媒体此前报道 为协助抗击疫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没有排除放松对伊朗等国制裁的可能性 但迄今没有给出具体计划 美国还加强了对叙利亚的制裁